今天AT个股推荐第一只是中国银行3988 选择原因是公司2023年度的股息率预计达10厘 加上正式差改善 在目前波动的市况下可以纳入作为收息组合中 中行2021年股息每股是0.21元人民币 派息率是30% 彭博综合券商预测 中行2022年和2023年股息率分别达到9.4厘和10厘 中行上个月公布今年第三季业绩 期内营业收入按年上升0.8% 纯利增长4.8% 而头三季正式差是1.77% 花旗估计2022年度第三季价正式差 按季上升0.01%至1.79% 可能受到资产收益率按季上升0.11%而推动 抵消了资金成本按季上升0.08%的负面影响 受到环球加息潮的影响 中金就认为中行因而受惠于海外资产息差 和人民币存款的需付利息成本改善 又预计海外加息将会继续利好息差 同时9月份 存款利率自律上限下调有望继续推动公司 折省负债成本 花旗说海外贷款亦受到全球加息大动加快增长 第三季海外贷款按季增长4.1% 交第二季的2.6%为快 加上内地人民币贷款增长强劲 按季增速达到2.6% 中行第三季贷款增长加速至按季2.9% 和按年11.9%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中行头三季非利息收入按年要跌10.7% 主要是受到手续费和佣金收支的净压下降 以及公运价值收入由盈钻规所致 综合多间券商最新平均目标价是3.54% 交上星期五收市价2.67% 高出超过3.2% 建议2.61%买入 先看2.73% 2.51%就适宜自舍 第二季一届港股是新州国际2313 主要尝试制造和销售增织服装产品的新州国际 便对去库存周期表现承受压力 但明年或会见到有改善的空间 新州为多间国际品牌代工 包括Nike、Adidas和Puma等等 汇丰环球研究指出 Nike和Adidas占新州营业额50%左右 这两个品牌在2022年都提示了库存风险 原因是对需求误判和发货延误 新州主要品牌的去库存问题 以及全球服装需求周期疲远 将不可避免地减换公司的增长 不过花旗和瑞讯都相信 行业的库存问题在明年会得到改善 花旗认为Nike可能会在明年年初看到库存改善 Adidas会在明年第二季初 瑞讯亦指Nike和Adidas或在明年上半年看到拐点 Puma和UNIQLO的压力较小 而由于运动服装品牌在欧美的走势较为疲弱 UNIQLO今年下半年将会带来更大的贡献 而Lululemon会今年为新收 带来3000万美元收入的贡献 综合多家券商最新平均目标价108元 较上星期五收市价66.65 高出超过六成 记忆64.50买入 目标是提74.50 跌至到$59 就会赢而止 alum